下面是日本高僧所解释的 有望兮 无量寿经超 以散导大师教 散导大师是唐朝人 在那个时代有日本 韩国很多的高僧大德 都来到中国求学 他们不少人都是散导大师 智者大师的学生 这个望兮老法师 也是追随散导大师一段时间 他在《无量寿经超》里面这样说 于上经于身有发挥 他有曾经解释 见力常然 无衰无变 这两句话 经依其意 以事经文 现在根据这位望兮老法师的意思 来解释这两句经文 据佛地论 常有三种 一 本性常 二 不断常 三 相续常 有句三藏法术第八卷 也有解释 一 法性常者 即法身也 为法身本性 一 并常出 无声无灭也 关于这个法身本性呢 当年删到这个惠灵大师呢 他就给我们描述了一下 当然他讲得比较简单 虽然说的简单 但是意思很深 这个自信是什么样子呢 前面第一句是一样的 何其自信 就是说没想到自信 它是本自清净 自信就是我们的真心 我们的真心从来没有被染污过 第二个呢 它是本不生灭 它是不生不灭的 第三个是说真心 本自具足 具足什么呢 具足智慧 德能 向好 才艺等等 真的我们的自信 可谓是万得万能 第四个呢 自信是本无动摇 它没有一点点波动的现象 第五个是说 它能生万法 大圣经里面常讲这样的两句话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离开的心 没有一切万法 一切法呢 都是从心想生 所以这里所讲的本性常呢 就是指的法身 法身本性呢 是常住 不生不灭的 这是第一个 下面再说第二个 是不断常者 不断常是指的报身 为报身 常依法身 无间断也 前面呢是说 法身 它是不生不灭 那报身呢 是有生无命 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 报身就出现了 出现之后呢 这个人再也不会迷惑了 所以他的报身呢 不会失掉 没有间断 再说第三个 是相续常 这个就是指的应身 为应身 与十方世界 莫以复现 化无穷 尽也 这个身相呢 是跟众生 所起的感应 哪个地方众生有感 佛 立刻 就会有应 等到那个感呢 消失了 那佛呢 他自自然 就在这个地方 就不见了 那么佛 献什么身 完全是看众生 需要什么 满足大家的要求 底下再讲 有华言演义超 第三十四卷说 自信 则宁然常 至法身 这个领然呢 就是指的 常住不动 它是指的法身 三老大师 在世战里面讲 极乐无为 涅槃界 有云 无衰无变 赞然常 可见金之经文 所云常然者 即本性常 领然常也 这个都是指的 法身 跟自信 事故常然 无衰遍也 的的确确 我们大家 生到极乐世界呢 通通都是 法性身 您所居住的地方呢 都是法性土 它是法性常然 法性 跟佛性 跟自信 是一个意思 那法身呢 也就是指的自信 也就是指的法性 所以啊 常然 无衰无变 它没有这个衰变的现象 为什么 因为它不是物质现象 它也不是精神现象 它也不是呢 自然现象 底下 还有一个问答 忘息 社 问约 这是日本的 忘息 老法师 假设的一个问答 即是 修因 感果 之徒 而 亦 有 实 零容 得 言 非因 非果 凛然 常也 经上所讲这个境界 我们呢 说老实话 还是有怀疑 为什么怀疑 毕竟没看过 但是说是不是 假如把您带到极乐世界去 走一趟 您再回到这个地球 跟别人讲极乐世界 您相不相信呢 你肯定相信 我们现在之所以相信 是因为看了佛经 看了古大德的注解 我们才相信的 但是这个信呢 它多多少少呢 还是有一点的疑问 参合在其中 所以呢 忘息老法师很慈悲啊 给我们 假设的这么一个问答 那我们升到极乐世界 是修因赶果 这是真的 我们修的是什么呢 真信 真愿 真念佛 求生 净土 这一点呢 说句老实话 在现在这个时候 特别需要啊 好像前几天 我们听说 某个国家的飞机 摔下来 好像是七十多个人吧 全部都 都走了 意外的事故 凡是 事情发生的 肯定有因 有缘 它就会导致 那个果报 所以我们修 真信 真愿 真念佛 这个因 将来 绝对能够生到 极乐国土 这边 就会 我 这边 就会 词 我 这边 感谢观看